现在航运的需求还是很旺 货柜运输业者也非常忙碌 我们就实际直击一家货柜的运输公司 从去年9月份开始 订单就没有停过 十几名员工天天到港口领柜送货 加班赶工也送不完订单 我们就实际跟着司机跑了一整天 才发现缺柜问题真的相当严重 打开车门快速爬上 这台几乎有半层楼高的货车驾驶座 接着一路开往港口 这是货柜车司机每天的例行公事 早上六点就上班了 然后跑到晚上七八点这样子 回去的话都很晚了 真的忙翻天 司机天天港口工厂客户端来回长途跋涉 就是因为去年开始货柜物流需求强劲 让货柜运输业者即使天天加班赶工 还是有送不完的订单 七点出门的话都几乎到加班到八九点 所以连续就九月到今年的四月都是这样子 连一台车子都派不出来 工作也都接不完 货柜缺柜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 光是一天就有三四趟车要跑 不只要把出口货柜运到港口出货 还要把进口货柜运到工厂现场分装好 送到客户手中 这些工作还没完最后还要返还货柜 一千多坪的空地上面摆满了整个都是货柜 而这些货柜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其实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些都已经清洁完毕 准备交柜 载着空柜去港口因为缺柜问题还是很严重 只有三天缓冲期 就得要赶紧把货柜再去港口还 货柜运输订单量暴增 也让陆运从二月以来一路上涨两到三成 现场装在我们的场地装货柜的 然后装好以后我们就就把它放到我们的货柜车上面 然后再运到国外 有的厂商他那边没有没有场地 就会借放我们的那个场地 然后放货柜 业界预估全球航运在第三季即将迎来旺季 货柜运输的长期营运还是看望 东森财经新闻 李莫山杨超成新北采访报道 现在货柜业者这么忙 就是因为全国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好多人就靠网购采买生鲜用品 也连带让宅配驾驶也是非常的忙碌 仓库里面的货塞的满满 就连冰箱也没有空间可以容纳 很多必须要冷藏的商品 就只好先放在室温 因此昨天有物流业者就纷纷公告了 要暂缓北部某些县市的低温配送 像是宅配通宅即便 他们从节日开始到三号 寄到双北市桃园新竹的低温包裹 是没有办法送的 新竹物流跟宅配通也是一样 从节日起到四号为止 寄到北部地区的低温包裹 全部都暂停配送 宅配驾驶一刻都停不下来 一整车的货分秒必争 宅经济大爆发 也让物流仓库的货越堆越多 放眼望去都是还没送出去的货 推车里全部塞满满 包含物流车内的包裹 也塞到门块关不上 像这个物流车里头呢 里面大约有160多件的包裹 而且还没有塞完 还有这些货要等着送上去 初货全部送完 至少要花上7个小时 这几天的报单情形几乎比过年还多 尤其许多民众采买生鲜冷冻品 也几乎让冷冻仓储无法附和 物流司机PO出照片 许多标注要冷冻冷藏的包裹 通通都放在室温中 有的纸箱甚至因为退冰受潮变形 因此黑猫 新竹物流还有宅配通 无预警在1号宣布 北部部分县市停送低温包裹 宅配通甚至到6月5号前 也暂停受了一般消费者低温包裹 冷冻设备 还有我们原本要冰 冰这一些冷冻的这个冰箱 大冰箱这一些可以保冰的 这一些东西这些设备 都已经满了 连日下来的高压紧绷 让许多宅配员真的快撑不住 有人贴出与主管的讯息内容 表示想自行无薪请假 看主管没反应 隔了20分钟再表示 连续几天大家9点都还在公司 想主动申请无薪假 自己本身都会担心 是不是会有染疫的可能 还有一些不理性的民众 他会拿酒精朝着天空喷 但是是趁在我们的面前 做这样子的动作 民众遵照防疫规范少出门 待在家里网购采买民生品 连带让宅配业者疲于奔命 东森财经线维科黄鸣 新北市报道 而为什么这个冷冻宅配 最近这么的爆单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吃饭 也让一热就能够吃的 冷冻即时包爆红 有业者业绩增加了超过四倍 那有中式麻辣油饭 也有意大利面炖饭等等 种类相当多 我们也到冷冻包生产线 来直及现在的状况 拿着饭熟不断把红洗菇跟肉丝 均匀搅拌入味 另头的工作人员 则是把煮好的麻油饭 倒出来分装降温 要等菌菇肉丝炒完后拌在一起 全员加进赶工 要让各类冷冻料理都能如期出货 厂商上来的货呢 会先放到这个冷藏柜里头 再由工作人员进行后续的验货 避免厨房有遭受污染的疑虑 冷冻柜设计成双开能一边进货 一边取货减少人员进出备料区 煮好的料理会被送到分装区 称重封装放到冰柜里延长保鲜旗 疫情提高到三级警戒后 在家防疫的民众还是得顾五藏庙 想简化烹煮时间又想吃烤料 现场的加热料理包业绩大爆发 应该是三级的时候是最明显的 突然成长很多 那成长的幅度大概有到四倍之多 然后加班的话 平均我们的热厨跟包装区 加班大概到四到五个小时左右 放在冷冻柜的真空料理包 按照品项摆放 要让工作人员方便挑减 其实老板还有两间健身房 但疫情下被迫停业 没颗可上的教练们 只好暂时转换跑道来帮忙分装 其实再怎么补都很难补回来 因为健身房其实是一个开销 非常大的一个事业体这样子 但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缺人手 但是因为我们健身房 有一些教练 他们就可以把他们 现在有空余的时间 然后来我们这边出货帮忙等等的 所以这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优势 冷冻包加热完就成了美味餐点 懒人料理包 从西式的鸡肉慕斯意识小点 或是中式味道的迅菇肉丝麻油饭 与麻婆豆腐 中西口味通通做 以让业练逆逆势成长 东森财经线为一科黄鸣台北报道 最近大家不出门 根据Google所做的人流趋势报告统计 大家出入大众捷运站的比率 是下滑了百分之五十八 搭公车跟搭捷运的人变少了没错 是否都代表是改开车或者是骑车外出呢 我们就询问一下机车行还有二手撑伤 结果发现民众减少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但车市的买气并没有因此上升 逆势成长的反而是一些防疫小物 疫情延烧捷运车厢通通大闹 大家都不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自己骑车开车安心拨 机车行老板以为业绩应该会成长 没想到 一下都是往下掉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出门 车流浪一下子变少很多 然后相对的会变成说进来买车的 以往就会比较低 原来都是不敢出门 哪还需要二手车 甚至原来的机车主也因为不敢到处 跑跑道 导致保养时间拉长 连换机油的钱都省了 因为人家都现在都不出门 不出门的状况 就会变成说换机油的机会 都会比较少 而大同小异的情况也出现在 二手汽车市场 买车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开自己的车最安全 所以买车那时候相对的有比较好 而且车市也算稳定 甚至中午车都会比新车还要 整体来讲幅度都还是比较大的 二手车市没有明显下滑 而有工作需求要出门的人 为了防范疫情 则在车上加装防疫小物 汽车禁名百货 也针对消费者需求 把防疫物品放在入口最先远处 雾化剂它可以放在车上使用 因为它可以接我们的行动电源 那也可以放在家里 让雾化在整个空间的话 杀菌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好 如果没有科技产品当后盾 网路上人气商品也是一种选择 最近像这样的车用小物 车内间隔膜在网路上卖得相当的好 除了可以防疫防止飞膜喷剑之外 在前座冷气的温度 也可以下降的更快 来询问的人就很多 这购买率就比较多了 再来的话就是面罩 跟护目镜都会有人来询问 另外像是雾化机和紫外线杀菌机 部分评价或是高担价物品 在这段期间反而成为场首货 毕竟疫情还没趋缓 大家都觉得多一份防范 也就多一份保障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